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也有推特总统之称的特朗普呢 再次通过自己的推特炮轰朝鲜 那点名朝鲜外长李永浩跟火箭人 他指的就是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说他们已经十日不多了 那结果就有网民留言 称赞这个特朗普呢 是史上最有胆识的总统 但是这样的一句话 传到了朝鲜外长李永浩那边 就升级成为了美国向朝鲜宣战的声明 那李永浩甚至反击说 朝鲜呢将会击落在朝鲜领空外的美军轰炸机 朝鲜外长李永浩在前往机场离开美国纽约时 向记者抛下了这句话 另一方面朝鲜一个对外宣传网站 公布了一段模拟视频 展示朝鲜对美国轰炸机跟航空母舰 进行军事打击的假想场景 似乎要传达一个讯息 那就是朝鲜并没有害怕美国 就在朝美双方对于开战就像溅在弦上的当儿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召开记者会灭火 他强调美国无意向朝鲜开战 并表示朝鲜外长李永浩的言论相当荒唐 而人在美国的韩国外长康吉和 也促请各界小心处理问题 朝鲜半岛不能再发生战争了 第二次出席的卫人 曾经有另一个弱子在上鲜海 印章内大利亚 jurisdic retir的效果不会在硅 那么不只在霸腾内 但是在 Nord一行 圆摇西亚 非常耶稣裳 世界大一个公司 大小鲜海 海 大小鲜海 小鲜海 小鲜海